我回答Alan Ting,他在讨论室中说 他说感谢你之前分享过 13000点看探纳指 他说因为这样赚了一浪 所以就继续支持你 好,sorry to disturb 这里有人证明 你不要说是时候 对了,他跟你赚过钱 所以就继续确讯你 他问你9月是否可以继续持有Tesla和Microsoft 最后我看到很精简 其实是可以的 我亦都不委言 我基金近乎是青瘡 但是你懂得听中文 近乎青瘡,即是未清掉 还残留一些残余分子 其中一只我不委言,没所谓 反正最后那一部分都要利身 所以也不能隐瞒 我们剩下石果锦全的美股 其中一只就是Tesla 所以坦白说,我和你都是坐同一条船 OK 然后就是说Tesla 我会赞同 因为回到窗户 如果我不赞同,我会持有你做什么呢 OK 然后就是Tesla我会持有 Microsoft我都会很认同你的 因为Microsoft 第一波幅都比较低 Beta值差不多更小 比如说Beta值不但只是小个纳指 甚至是道指的Beta都比较小 那变成了高低位也相对来说 是比较克制或者比较正常 还有业绩亦都是抗通胀 或者是抗一个周围性 亦应该是最强的 MacBook股份 亦都很坦白说,打个比喻 你不买Microsoft 难道买Facebook吗 就是Meta吗 OK 那变成了你这两个股份可以持住了 不过最后就是说亦都补充多一个小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这两只股 万一Couchwood 大家理事说都不行的话 坦白说其他股份 是近乎是没可能有备的华言率的 那变成了就是说你暂时hold住这两个 就不再加任何东西 这个是最后大家 就是我们聊天的看法 不敢说投资意义 就是聊天的结论 OK OK